來看到台灣機器人之光 桃園起因高中有兩名資訊科的學生 代表台灣遠赴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參加亞洲技能競賽 而在青少年機器人校目 勇奪金牌 男同學在比賽場上熟練指揮 另一頭的夥伴也俐落操控機器人 精準做出動作 還能靈活來個360度大旋轉 機器人的完美動作 也讓兩名學生在這場比賽中 勇奪金牌 老師同學們喜悅心情藏不住 來自桃園市起因高中 資訊科的兩名學生 分別撰寫程式與操作機器人等項目 不僅首次參賽 就在國內的技能競賽中 拿下好夾擊 甚至這回代表台灣進軍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 在14個國家中榮獲冠軍 最困難的點是因為我是做機構設計的 把一些元件把它放到機器上面 它要有一些螺絲的孔 然後就要開得非常的精準 學生們談到設計理念 是想讓機器人在忙碌的醫院裡 能自主處理廢棄物及運送藥品 兩人面對難關努力不懈 苦練三個月成功在國際中展露頭角 記者林朱強桃園報導 友人在興建平均